一群年轻人来到车门旁集合 旁边有人匕首画脚负责指使大家 还有人拿球棒目标去追出民宅 一个一个走进去 得知欠债的来朋友家 暴力讨债集团找上门 警方掌握市政带回主贤 二十多岁蔡姓男子 专找小型的领书社团释放消息 朋友们如果你有要不回的债 我能帮你讨钱就对半分 还真有人找上门 后面这群同样被移送的 就是和他一起讨债的朋友 被害人召菜钱等人 实现包围建筑物四楼一跃而下 造成全身多处骨折 全国大扫黑还有暴力讨债集团 光车上就被搜出数十只开山刀 犯案工具吓人 郊区的货柜屋内藏着讨债用的球棒 也通通被带回当证物 只要对方还不出钱 就在门口泼漆写上欠钱两个字 犯案工具还包含冲锋枪 改造手枪和短枪 子弹多达436颗 多处暴力讨债集团一次被瓦解 这屏对象和上百名手下 158人通通栽了 三立村黄启超来必乡高雄报导